同學們 你好 二樓好 老師好 文杰好 早 準備好了嗎 早 那你們現在到十三樓 開個會吧好不好 好 我們人算到齊 人算沒到齊呢吧 應該是不是 你先不管嗎 管自己 先管自己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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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去影院翻CK 識別成功 920323 920323 OK 無限 某 某 某某 某某秋月班 OK 熱烈歡迎二連二二集 無限超越班 一元請到十七樓辦公室辦理入職 十七樓 這麼多樓層一定要選擇十七 說明試騎就該來著 是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 是 嗯 隨便選嗎 可以 我看著 這裡 嘿 嘿 教授 嗯 他們已經在上面開會了 你還不去 你在這裡幹嘛 那我們已經在上面開會了 我去拍攝 他們已經在上面開會了 你還不去 我们这次开设《无限超越班》 就是希望让你们这些年轻演员 跟香港资历很深的演员来合作 我希望你们要掌握这个机会 因为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演员 到时候在现场 我希望你们要多向他们请教 那其实这次我们的节目有个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在你们当中 发挥出很有潜力的演员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发挥你最大的小宇宙 那你们先简短说一下 你们这次来参加这个班有什么目标好吧 老师们好 我叫沈岳 然后我出道已经六年了 我出道这六年以来演的角色都比较单一 就是同一种类型的角色会不停地找上我 我并不觉得这样不好 我只是想拓展一下自己 想尝试各种各样类型的角色 你刚才说的话我不认同 说什么每次找你都是同一个角色 每次找我都是妈妈 我都可以演不同的妈妈 为什么没有想过 非常紧张 然后说完了怎么办 对 我就是因为差不多类型的角色找我 但是我没有那种能力把他们演的区别化很大 所以我就想来多学习 那你都没有看世界 演员要看世界 要看很多东西 然后每次看完的东西可以记起来 然后在你偶尔有一天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都要把它放进去 老师们好 我是凯奇 我这一次来想要做一个类似于调色盘演员吧 就是希望可以尝试不一样的戏 你什么戏没拍过 我没有演过反拍吧 就是古装现在戏就是搞笑片呀 都有演过 现在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好 然后很陶瓷 你这个机会抓不好 你这个机会抓不好 我真心告诉你 我真心告诉你 你已经差不多了 请坐 该位 老师们好我叫李耀文 然后这一次综艺其实是我第一次演戏 然后想借此机会尝试一下演戏 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节目能够让我更自信一点 因为我对表演其实是没有那么自信的 不要常常提你自己没有自信 因为常常提我行 我很自信 这是一个心理的训练 对 我认识了 你认识了 但是我刚刚没认出来 我以为是一个很轻松的环境 但没想到我刚迈进去 第一步的时候 我看大家都很严肃地坐在那 然后台上站着儿童声导演和胡云红老师 我就觉得 完蛋了 不我觉得其实他们敢来其实蛮有勇气的 对啊 好继续 老师们好我是赵英子 我是想让大家是通过演技认识的我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证明我的演技 我觉得我一定要把握住 来到五线超越班也是想和很多前辈老师们学习 怎么成为一名合格的演员 两位老师好 我叫何宇 我以前不是科班出身 我是学建筑的 然后因为自个儿的热爱 还有就是机缘巧合吧 就是我是先做的歌手 然后再做的演员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 你当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来演戏 也有很多歌手 转型之后也很成功 我相信导师很早就看到我 但是可能觉得我确实是来晚了 所以就没想搭理这个迟到的孩子 嗯 然后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 嗯对 差不多吧 坐坐坐 对不起老师 迟到了 没有理由也不找借口 迟到就是错了 对不起 你先来这个位置上吧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说实在的你的对不起 我不接受 因为你的迟到 你浪费了我们的时间 sorry 我们俩7点20分就到了 我拍45年 我一天都没迟到 因为我要尊重我自己 人家才会尊重我 我62了 时间很宝贵 对吗 因为我对时间是很重视的 尤其是开工 你不可能看到我知道 是不可能的 好 介绍 老师好 我是演员范士奇 我也是歌手出道 然后演戏演了八年 来无限超越班 我希望可以尝试更多可能性的角色 然后也希望通过这个集 我恋爱你 你还 don得